懂得吗 原来这样子唱歌比较容易 嗨嗨 大家好 我是Sin姐姐 要我今天要来回答一个 经常会有人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坐着唱的比较好 还是站着唱的比较好 答案是 这个答案对于懒惰的朋友 是不是有点失望对不对 就是觉得 为什么我不可以坐着舒舒服服的唱 为什么要站着呢 其实也不是说坐着不行 只是如果你要两者相比的话 当然站着的时候呢 就是你的表现会更加的好 然后也比较容易可以进入状态 比较容易唱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当我们坐着的时候 就是除非你的腰胯 它就是可以把它撑得很直 因为我们唱歌的时候 其实就很靠那个横隔膜 还有就是肚子 就是腹部的那个地方的肌肉 帮助你发声 我们坐着的时候 通常就会比较懒散一点啦 所以其实呢 都没有进入就是这个发声最佳的状态 或者是失利最佳的状态 所以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歌 很容易的唱出来 那另外一个东西呢 还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些手势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发声 打个比方说唱高音的时候 下次大家也可以试试看这个动作 没错哦 真的是就是双手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就当你要唱高音的时候 或要唱大声的时候 你可以 你会发现到这个动作呢 它其实有助于你把你的高音 还有就是有力的声音呢 都比较容易发出来 补充一下 其实不止高音 我们可以靠手势掌握节奏 还有气息的运用 以下请看New Dreams Hanny妹妹的示范 那假如说真的没办法 就是你这场表演呢 你必须得要坐着唱的话 怎么样才可以唱出更佳的状态呢 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首先No.1 你一定要做得很挺直 就是不可以很懒散的那种做法 然后第二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些手势啦 你可以让它来帮助你 来辅助你 把你的声音发得更好 好 今天简单的分享呢 大家不妨试试看 然后让我知道呢 你到底是站着发声 还是坐着发声 是你比较舒服的姿态 然后可以留言 让我们知道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好不好 然后当然呢 也记得可以到Facebook 或IG来找我 我是欣欣姐姐 然后最后记得 帮我们订阅按赞 留言分享 然后呢 当然就是我们每个星期五九点 都会在这里 为大家分享更多 有关唱歌的一些小知识 还有一些技巧 如果你们大家喜欢唱歌的话 记得要锁定我们的频道哦 好 那我们下个星期五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